弟兄姐妹平安 欢迎你们来参与我们献上的崇拜 这时候我们预备好我们的心 来敬拜我们的主我们的神 诗篇118篇24节 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 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弟兄姐妹平安 很开心我们再一次能够来到上帝的面前 让我们一起来崇拜他 最近有位弟兄问我 志佳 你觉得我们的恩赖崇拜怎么样 我跟那位弟兄讲 我十分怀念我们在一起教堂崇拜的日子 我相信很多在屏幕内侧的弟兄姐妹 你们和我有同样的心情 那么我们就感谢我们的上帝 因为他应允我们 只要我们三两个人聚集在一起 奉他名的时候 他必于我们的同态 就求你在这个时候 亲自来到我们中间 让我们打开我们的天窗 来迎接我们的神 我们相信 无论我们的处境如何 有神已成为我们的保守 愿我们的祷告 愿我们的奉献 愿我们所有的东西 如香一样 在神里面前 求神你悦纳我们 愿 insec 함 愿我 我的祷告 如香成怜 在你面前 没有黑暗失灵 可以摇动我的心情 愿我我的敬拜 到你面前蒙你悦难 天使天君屈膝 抚抚敬拜在你宝座前 打开天窗 打开天窗 愿我的祷告打开天窗 愿你充满你的荣耀 你的同在在这里 打开天窗 打开天窗 愿我的敬拜打开天窗 我们只要你的荣耀 你的同在在这里 在这里 在这里 愿我的荣耀 愿我的团稿 如香生夜 在你面前 没有黑暗是你 可以要懂我的心情 约我我的经伴 到你面前 门离约纳 天诗 天群许心 抚抚敬拜 在你宝座前 打开天窗 打开天窗 愿我的祷告 打开天窗 愿你充满 你的荣耀 你的同在 在这里 打开天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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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愿我的心脉 打开天窗 打开天窗 我们只要 你的荣耀 你的同在 在這裡 在這裡 願我的祷告如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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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你面前 打開天窗 打開天窗 願我的祷告 打開天窗 願你盡量 你的榮耀 你的同在 在這裡 打開天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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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只要 你的同在 在這裡 你的同在 在這裡 打開天窗 我自己愛我的祖宵 我們只要你也無法 照明我的祖宵 看我�言 你rar 我軟弱 你明白嗎 我无言 你叹息 亲自为我的爱求 你坚持我的心 使我走在书生之一 你依止我的灵 使我生命在自旋律 啊 我信不住赞美 啊 我领不住诚信 你依稀有哭泣 早晨必亦欢呼 主的恩典是一生之旧 啊 我信不住赞美 啊 我领不住诚信 你依稀有哭泣 早晨必亦欢呼 主的恩典 乃是一生之旧 神啊 你的恩典乃是我一生的祝福 我们相信的祝福 永远临到我们 神啊 你今天得着我们 今天你必与我们同在 你得着我们 神啊 神啊 你今天得着我们 神啊 我软弱 你明白 我软弱 你明白 我无言 你的恩兴 请自为我代求 我无言 你的恩兴 请自为我代求 天兴 请自为我代求 神啊 神啊 你是一生之旎 天兴 我的恩兴 请自为我代求 啊 我信不住赞美 啊 我领不住诚信 一宿岁有哭泣 造成比一欢呼 主的恩典是一生之久 啊 我信不出赞美 啊 我领不出诚写 一宿岁有哭泣 造成比一欢呼 主的恩典 乃是一生之久 啊 我信不出赞美 啊 我领不出诚写 一宿岁有哭泣 造成比一欢呼 主的恩典是一生之久 啊 我信不出赞美 啊 我领不出诚写 一宿岁有哭泣 造成比一欢呼 主的恩典 乃是一生之久 大开天窗 打开天窗 愿我的祷告 打开天窗 我们只要 你的荣耀 愿我的亲爱 打开天窗 愿我的亲爱 打开天窗 愿我的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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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开天窗 为你同在 站着地 打开天窗 打开天窗 愿我的勤怀 打开天窗 我们只要 你的同样 你的同在 站着地 在这地 愿我 我的祷告 如常陈列 在你面前 我们只要 你的荣耀 你的同在 在这里 在这里 这时候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 主耶和华 我们感谢赞美你 因为你所定的日子 你叫我们靠着主你的日子 使我们高兴欢喜 虽然在这一段的期间 我们面对的是非常的疫情 让我们不晓得怎么样去面对 但主你让我们心中仍然的 发现您的恩典 在我们当中 使我们产生出一种欢喜快乐 来敬拜 来侍奉你 圣灵充满我们 帮助我们 今天也借着您的仆人默默时 给我们的话语 给我们亮光 给我们欢喜 给我们喜乐 我们更感恩 祝你与我们同在 无论我们在家中 我们出外 神啊 您常与我们在一起 奉靠主耶稣基督 得圣的名求 Amen 我们在天上的父 愿人都尊父的名为圣 愿父的国降临 愿父的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我们日用的饮食 今日赐给我们 免我们的债 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 不叫我们遇见试探 救我们脱离凶恶 因为国度全并荣耀 全是富的 直到永远 Amen 这时候我们以使徒信经 来宣告我们的信仰 我信上帝 全能的父 创造天地的主 我信我主耶稣基督 上帝的独生子 因圣灵感应 由同真女玛利亚所生 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 被钉于十字架 受死 埋葬 第三天 从死人中复活 升天 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 将来必从那里降临 审判活人死人 我信圣灵 我信圣儿公之教会 我信圣徒相通 我信罪得赦免 我信身体复活 我信永生 Amen 今天早上我们很高兴能够 请到莫牧师为我们分享这个题目 叫做 心常态 恩常在 经文是 出埃及集第十四章 第十至十四节 罗马书第十二章 第二节 这时候我们欢迎邀请莫牧师 来为我们圣道 弟兄姐妹们平安 很感谢神 今天让我们有机会再一次 献上崇拜 我们一同来敬拜我们的神 那今天牧师要跟大家分享一个题目 就是 心常态 恩常在 那写这一篇的奖章 是我这段时期 跟一位同工在沟通闲聊的时候 所得到的启示 我们在电话当中 沟通团契的时候 坦白说 是一段非常美好的日子 一段很美好的时刻 我们有说有需要 偶尔也会投诉一下 埋咽一下 其实每个人的生活里面 或多或少 都有一点点的压力 在这段日子里 我们看到这个世界村 就是我们所处的地球 在各层面 都呈现了新常态 然而在新常态当中 我们也看到人在新常态当中 所呈现人性的另一面 我们知道有包也有扁 然而我们从中 我们学到了许多宝贵的功课 在跟同工闲聊的时候 我们承认 在家里待的久了 已经刺激了我们一点的神经线 我的同工说 都快发疯了 上个星期 或者说十多天前 这个运动一解封的时候 跑步运动一解封的时候 我就一连十天 向跑步报道去 意思是说我去运动 根据报道 在新加坡的社区 阻断措施下 仅然有25%的人 产生了精神困扰的问题 在马来西亚 在MCO期间 我们也知道一些的工人 手停 口停 同样的也产生了在生活上的压力 5月14号 马来西亚报章的报道 一个人如果待在家中 长久的 每天坐上8个小时 容易产生这个优异 或者焦虑的这个思想 同样的弟兄姐妹们 我们都知道 日子久了 待在家里久了 家暴平凡 就是说家庭纠纷 跟这个家暴的事情也发生 我想 这是我们必须正视的问题 我们感谢神 因为神自己的恩典 跟神自己的恩赐 其实神把我们放在一个 新常态的生活环境的当中 新生活常态 是否取代了我们日常生活的动态 你看一看 学校停课 各行各业停业 生活受到影响 弟兄姐妹 跟亲朋亲友的社交阻断 各离 表面上 我说了表面上 是呈现了静态 好像都安静下来 新常态最明显的是什么呢 就是居家办公 然而 这个最明显的新常态 居家办公 也产生了一股很大的力量 这个什么力量呢 压力 这不一定是经济这方面的压力 可能来自我们心理各层面的压力 我回顾 我们在 WhatsApp跟同工的对话的当中 我发现到在 MCO的第八天 我就发了一个短信 给 教会的弟兄姐妹 原本要发给教妻的 不懂为什么没发到 我写了几个字 就是放松 休息 清静神 这一位做 不但是同工 可能在 新的常态当中 我们要去适应 有一点点压力 包括我 也一时 不太能够去适应 所以呢 我建议弟兄姐妹 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就是放松自己 拿一点时间去休息 清静神 然后再来重新出发 你看看 在 新常态当中 我们的居家办公 那有人就以为 他办公的时候少了办公室 他不需要踏巴士车去上班 或者趁公交 他也没有机会 跟同工们 或者同事们 这个尸体的见面 感觉上 感觉上 好像没有真正上班的负面心理 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是如此 是不是其中的一个人 一方面又害怕 他上司对我们在家工作的抱怨 所以很多人没有安全感 好了 我说了 表面上 弟兄姐妹 或者是一般人 就借做一些的社交短信 温安 或者讨论 讨论什么 工作的分配 或者做一些报告罢了 实际上 我们是在表达自己 有在工作 我再说一次 表面上 我们好像是在分配工作 讨论工作 事实上 可能还有一种心理 就是要让对方知道 我有在工作 弟兄姐妹们 其实我们要认清一个事实 居家办公 只是一种工作方式的改变 工作环境的改变 不是工作市值的改变 神 既然引起我们在一种新生活 形态下工作 我们就必须要学习去适应 比方说 因为居家办公 你生了上班路途的这个时间 你可能上班的时候 到了晚上心血来潮 想把你的工作 一夜做完 你喝了一杯的咖啡 以后 你就比较迟睡 可能那个晚上 你就多睡了一点 想借做这个多睡 去弥补你做完睡不住的地方 其实这个也无所谓 作为一个老板 也不需要太在意这一点 总之 你必须要慢慢的 每一个人都必须要慢慢的 去适应居家 上班 时间上的安排 再说 什么 Amen 新常态生活 到底还要维持多久 我想我们大家都要心里准备 那么有人或许很兴趣就问 牧师 在这四十多天的里面 你怎么度过新常态 那我想今天 那我就尝试跟弟兄姐妹分享 接着 让弟兄姐妹 我们一起来参考 第一 就是保持与天父沟通团契 祷告 能使我们获得属灵的力量 安静能够使我们得到力量 这是一般的常理 弟兄姐妹 我们都知道的 如果在你的生活当中 你能够行命一个安静的地方 休息 默想上帝的话 加上祷告 这将产生极大的属灵的能力 耶稣基督本身就是留下了一个非常好的榜样 圣经说 吃着早晨 天未亮的时候 耶稣起来到旷野的地方去 在那里祷告 你看 天父上帝的儿子 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 每一天都有一段的时间在那里祷告 我们也发现到在耶稣的生活的里面 他留下了很多的榜样 比方说 约翰福音第八章 法利塞人把一个正在行营的妇人抓来 要为难耶稣 当时 耶稣为他解围 就对这些 为官的这个群众说 他说 你们中间 谁没有罪 就可以用石头打他 弟兄姐妹们 我很喜欢圣经接下来的描述 怎么讲呢 圣经说 耶稣说还的话 又弯下腰在地上写字 这是耶稣基督冷静带有能力处理事情 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 在马可福音记载另外一段 当耶稣在公会前受审判的时候 他一样的表现出了那种安静的能力 圣经说 耶稣受审判的时候 耶稣却不远以一句也不回答 他连一句话都不回答 我在想 有石 无生 甚有生 安静的当中 往往带着了能力 Amen 好 我们再看另外一段的经文 在耶和福音十八章的记载 当那些法利塞人 人士跟这些官兵要来捉拿耶稣的时候 主耶稣问他们说 你们找谁 他们回答说 找哪杀人 耶稣 耶稣就回答说 我就是 当耶稣会回那我就是的时候 他们就退后倒在地上 这里再一次给我们看到 耶稣在处理危机的时候 那种处之泰兰的态度 他处理危机的时候 那种勇气跟他的这个权威 使到那些要来捉拿他的人 惊吓后 退后 而跌倒 我又领悟了一个真理了 在这场生活中 遇到困难或危机时 操练安静 能帮助我们克服 并且帮助我们面对我们的困难 弟兄姐妹们 在管制令期间 给了我一个很大的空间 我不论是迟睡 慈醒 找睡 找起 我都向耶稣看起 我坚持每一天 一定有一段时间 跟天父上帝祷告 沟通的时间 我坚持每一天 我要读经祷告 因为那时耶稣基督留下了一个很宝贵的榜样 让我们清净天父 听祂的话 并且把我们一天里面要做的事交托给祂 圣经说 你们要休息 要知道我是神 第二 我们要凭去不正确的思维 我们来抛掉那些不正确的思想 人 每一个人 往往很容易受到旧思想模式 跟负面思想的影响 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 常常会感到无助 在MCO的期间 负面的思想实在太多了 例如媒体在各种各样的消息 多得不胜媒体 再加上Facebook 再加上WhatsApp 这些的消息真的叫人无可招架 我们要学习拒绝谎言 我们要学习拒绝假消息 我们要学习拒绝负面的行文 当以色列人在埃及为奴受苦的时候 神借着摩西 要把他们从埃及为奴的地方拯救出来 后来神对摩西跟他的哥哥亚伦说 你要以本业为正业为一年之首 弟兄姐妹们这一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意思就是指新的一年以现在为开始 其实我们都知道 以色列人在埃及都有他们自己的年历了 都有他们自己的热力了 上帝界另立这个新的这里 要表明什么 要表明了法老王 宣告法老王的统治是结束了 那是过去的事了 这时候是耶和华神 以色列对以色列人的百姓的主权的这个开始 出埃及记为几年的这个开始 而一月节也就成为他们每一年新年开始的第一个节日 这一个变化表明了什么 这表明了以色列人要去旧迎新 重新开始 旧的生活过去了 新的生活开始了 弟兄姐妹们 这岂不是也是一个新的常态吗 维古历史的里面 当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 你可以在历史当中的一些的记载 你看到那种旧的思维 以色列人挥之不去 他们往往在上帝为他们预备迦南美帝的这个过程当中 他们只要遇到困难 因为他们习惯了旧的生活 所以他们总是显出无助 吸得无助 就是习惯是没有帮助的状况之下的 你看他们多次埋怨 埋怨谁呢 他们埋怨摩西 他们埋怨谁呢 他们埋怨上帝 你看这个经文怎么讲 圣经说 他们对摩西说 为什么以色列人会有这样的思想 这是因为他们长久以来 在埋怨摩西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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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不想再改变 他们细以为常 细得无助 我们要选择这种思想 当以色列人 当以色列人面对新的挑战的时候 明明上帝要把他们带到一个新的环境 要祝福他们的时候 在过程的当中 受到细得无助的思想的影响 那种围奴的生活形态 却成为他们向往的日子 弟兄姐妹们 在新的常态之下 生活意识形态 即我们的思想模式 思维跟看法都必须要更新 既然神拥起COVID-19的疫情的发生 就形成了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个新常态 我们应当去学习怎么适应 这也提醒了我们 在思维这方面 我们需要去更新 你要记得 感觉 情绪总是随着我们的思想走的 因为我们的思想 主导了我们的生活 意识 形态 那一旦 你接受神允许给我们的新常态的生活 你可以减少你心里的压力的 比方说 在非常时期 我们现在的线上崇拜 就是真正的崇拜 Amen 还有 你现在在听牧师线上的讲道 就是真正的听牧师在讲道 弟兄姐妹们可以回应吗 Amen Amen 好 居家办公 就是真正的办公 只要你接受这个新常态 这些都是事实 第三 牧师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适当的运动 在动态当中 寻找我们心灵的宁静 除了刚才所讲的两点之外 我们如何在烦躁的环境当中 我们找到内心的宁静呢 如果你是之前所提及那25%的一份子 我说那个新加坡的报告 那专家说 你一个人啊 你如果是这样子 你一天听有关这样的新闻 不要超过半小时 我奉劝你你必须要遵守 因为这样能够避免你在头脑上转牛角尖 那如果你问我 我就建议你跟我运动去 跟我一起去运动 因为运动可以减轻我们的压力 可以使我们保持头脑的冷静 放松心情 当先知伊利亚 面对敬拜巴黎甲神的王后耶喜别的时候 我想这个故事都很精彩 大家也经常听 耶喜别发誓要剁起他的生命 先知就起来逃跑了 甚至说他走了一天的路程 当然是很累了 又加上心灵的疲惫 因为人家要取他的生命 他就在一棵罗藤树下求死 以后他累了 神让他睡了 上帝一杯一个天使叫他起来喝水 并且吃炭火烧的饼 他又吃又喝又躺下又睡觉 一连四十个周夜 弟兄姐妹们 他吃他喝他睡他走 以后经过了四十天 他就到耶和瓦神的山 在那里跟上帝相遇见面 从那时候起 他就重新得力 这段经文都被认为 这是上帝帮助先知姐姐 他心灵优异的方法 包括什么呢 听清楚 包括震荡的饮食 包括足够的休息睡眠 以及适当的运动 弟兄姐妹们 我们很感谢主 在过去可以说的一段的日子里面 我在思考 我们怎样操练在烦躁的环境当中 去寻找内心的这个宁静 在过去几天的里面 我很感谢神 我连运动第一计划 我就说 一开始第一步跑 我就说天起了凉风 耶和华神在眼中行走 我说主啊我来了 在第一天 行动管制令 拥起条件是 开放的时候去运动 我跑 我总共算了一间的三组人 第一天就遇到了一个印度人印裔的同胞 他是一个退伍的惊人 当他看见我时 我们久违了 他笑脸迎着我说 嗨兄弟 好啊你 我们彼此打招呼 四十多天第一日见面 心中充满那个喜乐 各天 我又遇到我们一对中年的夫妇 两个人在运动 我们也互相问好 我们的会友 我们的会友 寒暄 我想那也是一个很好的享受 然而最奇妙的是 大概在几天前 我想在运动跑步的时候 改一改这个跑道 我就跑向比较高的地方 这个山顶的这个方向走去 我看到有一个大概将近五十岁的人 大概相隔几十尺 他目不转睛的 远远的望着我 我在上山 他跟他的太太在下山 当我走进他的身边 一夜过他的时候 跟他的身边擦身而过的时候 他就叫我 莫牧师吗 是莫这川牧师吗 哎呀 这个人我想不起他是谁 但是他这一觉 我心里充满了那一种的喜乐 我很吃惊 在以后的交谈当中 他提到我的弟弟 莫这姓的名 又提到马拉瓦地 我们甲洞所开设的第一间布道所 马拉瓦地当时一些领袖的名 我才恍然大悟 他是马拉瓦地 布道所第一批的会友 很感谢主 目前他是基督教机构 一个机构叫导航会里面做同工 意思是说他已经是委身来侍奉神 这样看来 我跟他的认识已经是超过了三十年 没有见面 他知道我最后的消息 就是有关我最后的消息 是二十三年前 他说听说我派去了马拉瓦夹的事 所以我过去十二年来任会长 他一概不知 我在三年前头脑中风出血 这个我们说动脉瘤 他也一无所知 所以我们在沟通的当中 很坦诚的沟通 皮脂的鼓励 而且我替他做了一些见证 以后我们要离开的时候 都很想拍一个照做纪念 我找不到我手机 因为我一向来 运动是没有带的了 他也找不到的手机 那天他也没带 结果呢 他就问我手机的电话号码 我给了他 他在那边重复背了几次 当我运动回到家 他比较先回家 我是比较迟回家 我竟然收到 他WhatsApp给我 对我问安的短信 这个对我来说 我感到非常非常的欣慰 跟异常的喜乐 新常态 居家办公 不必开车去上班 看来好像是静态 我说好像是静态 但是如果我们一个不小心 如果我们不注意的话 一个不小心 负面的思想增加了 消极的知性 充测了整个的沟通的媒体 加上我们要适应新环境的压力 我们的精神会开始紧绷 好像火山要爆发一样 这是静态当中带动的开始 我们要小心 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到 运动是动态 你跑步嘛 动态嘛 在神的恩典之下 我们跟神一方面运动 可以跟神沟通 巧益朋友 神让我们巧益朋友 使我们在动态的当中 享受全所未有的喜乐 跟那一种的宁静 这是动态当中带来的静态 这能输解我们的压力 因此让我们学习 接受神勇喜在新的常态的当中 接受我们的祷告 让我们在新常态当中 神引导我们生活的每一部分 一步一脚印 包括什么呢 你的工作 你的休闲 你的运动当中 加上我们品趣这不正确的思维 接受神在新常态当中 给我们的安排 神在新常态当中 给我们的引导 你会看到神的恩典 这样 你会在烦躁的环境当中 寻找到内心的灵境 Amen 最后 我们要学习 这是牧师 学习新的科技 适应新的环境 我们人有一个毛病 就是不想去做新的尝试 尤其有一点年纪的人 要摸电脑 这科技的东西有点啪啪的 因为我们有点 怎么讲呢 就不太想去尝试新的东西 我一向来 在办公的东西 文字都是阿洛 帮我处理这个文字的问题 过去做会长的时候 也是有两三个人 帮我处理这个文字的问题 在MCO的第二天 我就跟阿洛也好 因为既然他在家里面办公 我要求他教我一点 怎么样的用这一些的电脑 因为我都不太清楚 要怎么用这个电脑软件 太依赖了 那么当第二天我用完了午餐 我准备跟阿洛联络 偷偷的到办公室 让他教我一下 我就回来学习 然而我用完了午餐 我的孩子壮性进前来对我说 管制令的时候 不可以出去 我当时就觉得不懂要怎么办 我回他说那我怎么办 他就把一家电脑放在我的面前 他就打开我的手机 也在我面前 当他一这样子做的时候 他说你现在可以跟阿洛通电话 原来我开着我的电脑 我上我的网 不会的东西 我一直同样的在另外一个地方 阿洛在他的家 可以看到我所面对的问题 用手机告诉我 怎么处理我的问题 并且一步一步的教导我怎样使用 哎呀我觉得我真的是一个 怎么讲呢 学习太慢的人了 但是我要感谢主 就从那时候开始 我除去了面对新的 赏识新的这一种的 学习用电脑的心理 那种惧怕完全除去了 今天我还学会了zoom上会议 我们知识会不久也要开会 我们学会了zoom上上课 拜一拜二明天后天还要上啊 献上崇拜 献上祷告会 献上圣餐崇拜 献上转账 献上购物还有discount的哦 原来神把我们放在一个新的常态 我们一样可以生活 我们一样可以团契 我们一样可以祷告崇拜 这正所谓心常态 恩常在 好了 再举一个例子 再举一个例子 我习惯早上起来 以后除去前买了一个咖啡机 就是这个图所显示的给我 大概是五百块钱 他叫我用新的机 我始终都不要 我都是要用旧的哪一架 我习惯了 直到有一天 旧的它的灯光不会亮了 我们用通俗的话说 就是坏了 店没来了 所以坏了 不能够用了 所以我被逼使用这一架新的 头一两天 因为不会用 我也是埋怨很多 好像当时 以色列人埋怨上帝一样 后来现在我就发现到 这个新的咖啡机 也不会比旧的贵多少 才贵百多块 它不但好用 还可以抛出 比那家旧的更香浓的咖啡来 你不相信吗 你来我家 我泡给你喝 还有呢 它的操作又简单又方便 后来有一天 我把从印度宣教区 拿回来的这一个茶叶 试试用这架机泡 哇 竟然还可以抛出 很好喝的 得大力 那我感谢主 我后悔我写的太慢 从当中 我写到了一个道理 不要以为 你现有的生活方式 生活状态 生活条件是唯一的 也不要以为 你的生活环境的接触 都是永远不会改变的 切记 在新生活常态中 必定有神给予的 新的恩典 Amen 最后 我们要接受 新常态生活 新常态 恩常在 新的常态生活 必定有神心的恩典 这恩典帮助我们在新的日子当中度日 我们得承认 人生虽然不完美 但我们坚信神的话 永不改变 我们坚信神给我们的应息 无论在什么样的光景 他必定跟我们同在 同时 在新的环境的当中 他提供了我们新的 侍奉的机会 今天他岂不是提供我们多 侍奉的机会吗 他提供了我们更广阔 传福音的机会 今天我们讲道 除了我们本堂 还不是很多的人 在得控的时候 也能够听到这个讲道吗 他提供了我们表达爱心的机会 我们岂不是也奉献 帮助难民 帮助那些需要的人吗 他也提供了我们 学习的机会 新的这个常态的里面 社区阻断 阻止不了我们在 主里面的团契 行动管制令 制止不了我们 对上帝的侍奉 各控献上崇拜 各不开我们与上帝的关系 还有 社交祭礼 也不会妨碍我们在线上 谨守圣餐 纪念我们的恩主 弟兄姐妹们 世界卫生组织说 抗疫 是一场持久战 病毒 可能会长久存在 让我们靠主的圣灵 我们心意更新而变化 平行心 迈入新的生活 常态 我再说 我们靠着神的圣灵的引导 我们进入一个新的常态 我们的心意要更新而变化 并且平行心迈入新的生活 常态 切记 心常态 恩常在 让弟兄姐妹们 随着牧师一同来念 这一段话 以后念一段的经文 作为结束 一二三 心常态 恩常在 不要笑发这个世界 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 教你们察愿 何为神的善良 存钱 可喜业的旨意 愿上帝祝福弟兄姐妹们 以我们同在 Amen 弟兄姐妹这个时候 我们凭着信心来奉献 弟兄姐妹可以透过我们教会 两个银行的物口 来做线上的奉献 如果弟兄姐妹 觉得要把奉献 给教会 你可以放在信封 然后来到教会的时候 可以交代办公室的负责人 这个时候 我们以一首回应诗歌 来回应刚刚我们所听到的信息 弟兄姐妹 让我们用这首诗歌 来回应我们今天牧师的讲道 祝我来到你面前 祝我来到你面前 渡様 你遗难 你是我的一切 你是我的一切 祝我来到你面前 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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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愿将身体献伤 当作火鸡 是圣洁的 是你所喜悦的 我不愿消化这世界 只以更新而变幻 我愿相复在你面前 就我来到你面前 渴望寻求你的脸 因为你是我神 你是我的一切 祝我来到你面前 渴望经历你的岸 我愿将身体献伤 当作我祈祢 我愿将身体献伤 当作我祈祢 充满我心 祈祢 我愿充顾你 救救你的秘密 主啊求祢来逃走我 练进我的灵 我愿将身体献上 到作火器 是圣洁的 是祢所喜悦的 我不愿消化这世界 轻易更新而变化 我愿相复在祢面前 我愿将身体献上 当作火器 是圣洁的 是祢所喜悦的 我不愿消化这世界 轻易更新而变化 我愿相复在祢面前 我是世上的光和烟 这时候我们家世报告 弟兄姐妹我们今天下午2点 我们有线上主日学 请弟兄姐妹留意 我们下周主日有献上崇拜 早上10点 同时我们下周主日下午2点 也有献上主日学 请弟兄姐妹留意 这个时候我们邀请莫牧师来为我们祝福祷告 弟兄姐妹们 我们一备心领受上帝的赐福 请我们在家中站立 但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 天父上帝无比的慈爱 圣灵保卫师引导我们 使我们心意更新而变化 在神的带领之下 我们的生活在新的常态当中 让我们享受在新常态 有神的恩典随着我们的脚步 从这个时候直到永永远远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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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